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那一年秋天,58岁的婆婆晕病又犯了。 她发病的时候,说是看着天空都是旋转的,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我想不到的是,婆婆的这一场病,却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婆婆以前也犯过晕病,所以她也没赶着去医院,觉得在家里静养一下就会没事了。 但下午的时候,婆婆突然流起了鼻血,红色的液体不仅从她的鼻孔出来,连带着耳朵、眼角也都渗出了血水。 那时我儿子只有三岁,一直由她的奶奶照看,孩子看到奶奶变成这副模样,吓得大哭起来。 小姑子一家和婆婆住在一起,她连忙打电话给我们,妈的病很吓人。 哥,你赶快过来,送老妈去县医院检查一下。 我老公小斌在肥料厂上班时扭了腰,就没有再去厂里干体力活了。 这段时间,她一直在登三轮车载客,虽然自由些,却只能挣些生活费回家。 小斌听说她母亲发病,便也焦急起来,登着三轮车。 哥,我们一起将婆婆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们,婆婆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哥,嫂子,你们在医院照顾老妈吧,我还要去守服装摊子。 小姑子的老公是上门女婿,他们和婆婆住在一起,我和丈夫则住在另一个小区。 那你去忙吧。 那两天,我上班的服装厂里没有订单,我在家休息,也就没有和小姑子多计较。 本来照顾婆婆,大家都是有责任的,是吧? 我中午就在摊子上吃饭,哥,你给妈送饭吃,我没时间。 小姑子做事风风火火,交代完事情,她就背着皮包,溜了。 婆婆半躺在病床上,鼻孔里还塞着纱布,手背上也扎着针,估计一直需要打点滴。 我就对老公说,我在医院里守着婆婆,你先带儿子回家去做饭吃吧。 老公的厨艺比我好,只要她闲的时候,一般下厨房的任务就落在她身上。 老公离开后,我就默默地守着婆婆打点滴,看着药水一点一点地滴答着,婆婆半闭着眼睛养神,我却丝毫不敢大意。 等着小瓶的药水滴完了,我还要去叫护士小姐来换药液,照顾病人,这是首当的责任啊。 过了不久,婆婆临床又住进来一位病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头上包着纱巾,老太太的儿子将她扶上床躺下后,就匆匆放下东西离开了。 老太太侧身躺着,只是一个钟头后,她突然对我喊道,小妹儿,你能帮我喊一声护士小姐吗?我的药液要输完了。 我哀了一声,赶忙起身去找护士,老太太身边没人照顾,我反正要守着婆婆,当然是能帮就帮点吧。 老太太让护士换了书液瓶,我婆婆在床上躺得久了,她就让我帮她垫高枕头,她想坐起来换个舒服的姿势。 我婆婆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不大一会儿,她就和临床的老太太聊起天来。 我也才从老太太口中得知,她姓于,是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 于老师和我婆婆一样,也是老伴已经去世,只是我婆婆和女儿住在一起,于老师却是一个人独住。 刚才送你来医院的,是你儿子吗? 我婆婆好奇地问。 是啊,我也是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做生意,女儿嫁到市里,也是做老师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聊天,与老师的话也多了起来。 人的年龄大了,不中用了呀,我上楼梯时一不小心,摔了个跟斗,从楼梯上滚下来,头摔破了,还是邻居看到,给我儿子打了电话,儿子才把我送到医院里来。 你儿子那么快就走了,你是病人,身边应该有人陪着才行呀。 我婆婆是个直性子,有话就说。 我本来以为,来医院包扎一下伤口就行了,但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血压也不稳定,非让我住院不可。 儿子儿媳要手电,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就让儿子先回去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于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婆婆解释了一通。 我想,于老师可能一个人生活习惯了,总是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对他的儿女亦是如此,由此可见,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退休老师啊。 晚上的时候,我老公带着儿子,给婆婆送来了晚饭,婆婆的手还扎着针,我就只好端着饭盒,一勺一勺地喂给婆婆吃。 于老师见了,由衷地对我婆婆说,你的儿子儿媳都很孝顺,你真是好福气。 我和老公都只是初中毕业,干的都是卑微的工作,婆婆对我们是恨铁不成钢,所以她就忍不住对于老师抱怨起来,孝顺有什么用啊? 他们两口子又挣不到什么钱,只能干些老实活,自己都得过且过,我还能想到他们的福吗? 于老师安慰婆婆道,儿女孝心好,这就是值得肯定的,做人善良,总是有福报的。 傍晚七点过了,于老师都没有吃过东西,我忍不住问他,于老师,你儿子晚上要给你送饭过来吗? 于老师摇头,我让儿子不要过来了,我自己能走去医院外面吃饭,在说他离开的时候,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我还不想吃,等一下再说吧。 但晚饭时间都过了,于老师也没有去吃东西,我看他似乎没什么精神,就关心地问道,于老师,反正我也闲着,你想吃什么,我下楼去帮你买上来。 于老师想了想才说,妹儿,你如果要下楼,就帮我端一碗混合上来吧,不要放辣椒,我只能吃清汤。 于是我特意去了住院楼下的小餐馆,帮于老师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上来,但他却只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于老师,不好吃吗? 我关切地问道,肯定没有自己在家里包得好吃,于老师有些尴尬地说,可能是我比较挑食吧,妹儿,但还是要多谢你的好意。 于老师很客气,只要别人帮助了他,他总是谢谢不离口,我心里赞道,退休老师的修养真好。 晚上,婆婆不需要打点滴,我就回家歇息,但睡在床头,我不由地和丈夫谈论起了于老师。 于老师可真独立,他有儿有女,却没有让他们到医院来照顾他,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其实也蛮可怜的。 我由衷地说道,于老师的儿女工作忙,哪能和我们闲人相比呢? 小斌突然说,我看于老师和老妈聊得挺开心的,反正明天我要给老妈送饭,干脆就多送点去,把于老师的那份也准备上。 我笑道,你的心肠还真好,只是于老师是讲究人,他能吃得惯我们的家常菜吗? 小斌说,我在餐馆上过班,炒菜的手艺还是拿得出手的,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医院照顾婆婆,小斌中午来送饭时,果然提来了那个多层的不锈钢饭盒。 那天,小斌煮的是豌豆煎肉圆汤,还炒了小青菜,当他给于老师也端了一盒饭菜过去时,于老师大吃一惊。 这怎么行?你们自己吃吧,我到楼下食堂去吃。 他连忙推辞。 我婆婆笑道,我这个憨儿子,今天中午端了这么多饭菜来,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呀? 于老师,如果你不嫌弃,就一起吃吧,不要浪费了孩子们的一片心意。 于老师感激地对小斌说,侄子真是一个心细的好孩子,多谢你啊。 小斌腼腆地挠挠脑袋,只笑笑说,于老师就是不知道这菜,和不合你的胃口。 于老师喝了一口汤,满面含笑说,这豌豆煎汤清香清香的,很好喝。 小斌,真是多谢你们一家人啊。 婆婆在医院住了五天,每天早晚小斌过来送饭时,都会顺便给于老师准备一份,于老师感动地抹起了眼泪。 我们非亲非故的,你们一家人却这么照顾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我婆婆笑道,于老师,我们家就在县城边上,大家相聚不到两里路,也算是邻居,不过就是孩子们来给我送饭,顺便也帮你带一碗,这根本就是小事情。 你莫要挂在心上了,好好养病,等你的血压平稳,我们都能够出院了,还可以在一起散步聊天的。 平时,我在医院照顾婆婆,也就顺带着照顾于老师,她要上卫生间,我会去帮她拿输液瓶,帮她打开水,给婆婆削苹果,梨子时,我总是给于老师也削一个。 婆婆出院的时候,于老师还要在医院再住一天,那几天,婆婆和于老师也聊成了好姐妹,分别时,相互间都有些依依不舍。 于老师在住院期间,她儿子儿媳只来过两次,至于她女儿,于老师怕她担心,都没有通知过她。 婆婆不放心地对于老师说,你出院的时候,还是让你儿子来接你回家吧,你不要太逞强了,身体比挣钱重要呀。 于老师点头,我会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来给我办出院手续的,我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这几天还要多谢你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 我已经知道,你们住的小区,等我身体好了,一定会来看你们的,以后我们要当成亲戚一样,常走动才行。 我想这是临别时,于老师对婆婆说的客气话吧,毕竟大家只是在医院偶遇,成了邻居,分开以后,便也成了人群中的陌路人。 但不想过了十来天,于老师却真的散步来到了我们小区,他还提着水果牛奶来,走得是气喘吁吁的。 我连忙去叫来婆婆,让她陪着于老师聊天,两位老姐妹一见面,就紧握着对方的双手,亲热得跟个什么似的。 中午的时候,小斌从外面载客回来,看到我在厨房里做饭,他就自告奋勇来炒菜,想在客人面前露一手。 于老师欣慰地看着我和小斌在厨房里忙碌,对我婆婆说,小斌这孩子勤快,耿直,应该去学点手艺,也能做一些轻松,能挣钱的工作。 婆婆叹了一口气,小斌只读过初中,文化不高,我还让他去学了厨师,学了木工,还去部队上当了三年兵,但就是人太老实,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于老师也有些感慨,和婆婆聊了几句后,他突然建议到,既然小斌学过木工,那就让他去做木工师傅, 到我儿子的店铺去帮客户安装门窗吧,真的可以吗? 我婆婆一听于老师的话,也立刻雀跃起来,于老师笑道,怎么不可以? 我儿子开了两个木门店铺,他本来就要招收木工师傅,我瞧着小斌做事踏实,肯定要让我儿子帮这个忙,带着他去挣钱。 我知道丈夫不太善言辞,只好亲自去跟于老师交谈,于老师,小斌能跟着去学手艺当然好,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儿子。 于老师说,我儿子还是比较听我的话,这一次我住院,你们家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跟儿子提过,他也说要买东西来答谢你们呢,你们就放心吧,小斌找工作的事,包在我身上。 就那样,经过于老师在中间搭桥,小斌也顺利去了于老师儿子的木门门市上班。 于老师的儿子事业做得挺大的,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对小斌一直非常照顾,手把手地带着小斌去帮客户安装木门,给的工资也比小斌以前所做的任何工作待遇都好。 这些年来,小斌兢兢业业业的在木门店上班,一干就是十多年,家里的收入多了,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好了很多,前两年还又买了一套电梯楼房。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于老师当初对我们家的帮助,才让小斌靠着一技之长,在这个行业中稳定工作了这么多年。 无疑,于老师和他的儿子都是我们的贵人呢。 我们家都很感谢于老师,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带着礼物去看望他老人家。 于老师也会在空闲时候,来找我婆婆聊天,散步,像亲戚一样走动。 常言道,众善因,得善果。 当初小斌出自心底的善良,顺带给于老师送了几餐饭,我们都没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 但于老师却真心帮助我们一家人,他的雪中送坛,带给了我们一家如此源源不断的福报,不得不让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真心相待,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 朋友们,你们说是吗? 欢迎留言评论。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我的恶毒婆婆。 婆婆带人打伤我爸,窝囊老公竟逼我出谅解书。 他们甚至伙同外人,试图送走我的女儿,毕竟女儿不值钱。 婆婆临媒是我见过最恶心的人。 她离过三次婚,不仅性格泼辣,还特别喜欢无理取闹。 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在酒楼,那时我已经怀上了刘健的孩子,眼看肚子快要藏不住,便联系了双方家长,打算商量婚礼的事。 等饭菜都上齐后,她才姗姗来迟。 当时她穿了一双肉色丝袜,脸上抹着浓妆,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上来就翘着二郎腿,说自己儿子多么优秀。 我们家找到这样的女婿,是修了几辈子的福。 唯独关于结婚彩礼的事,却是只字未提。 爸妈很不赞成这门亲事,觉得刘健学历不高,也没个正经工作,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门户不对等。 我嫁过去纯属找罪受,可那时候的我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在刘健的甜言蜜语下,还是偷偷跟他领了结婚证。 婚后,我们挤在单位宿舍,刘健边找工作,边靠我不高的工资维持家用。 第二年,我怀孕了,长期操劳导致了营养不良,生下第一个女儿姚姚,身体特别虚弱。 婆婆赶来医院看孩子,发现第一胎是个女儿,居然头也不回就往外走,怎么生个赔钱货? 害我白高兴一场。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恨上了婆婆。 姚姚好歹是她亲孙女,她怎么可以当着全家人的面,骂我女儿赔钱货。 刘健却说,婆婆心眼不坏,只是比较传统,让我别往心里去。 我还能说什么? 毕竟自己任性找了这家人,有苦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打那之后,直到姚姚满周岁。 婆婆都没出现过一次。 我从未抱怨过什么,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可守着聪明乖巧的姚姚,心里却很甜。 眼看女儿一天天长大,刘健工作也越来越好,我满以为日子会苦尽甘来。 可就在陪姚姚庆祝完五岁生日后,我发现自己立嫁没来。 去医院一查,我又怀孕了,刘健很兴奋,抚摸着我的小肚子,太好了,没准这次能生个儿子。 我笑得很苦涩。 刘健的性格和婆婆一样传统,对姚姚的生活默不关心,还总盼望我给她生个儿子。 倒是爸妈比较心疼我,得知我又有了身孕,老妈隔天就拎着一袋水果上门。 小云,你现在住的宿舍楼又破又小,根本容不下一家四口,我和你爸还有些积蓄,干脆拿出来,帮你们换套大典的房子吧。 老妈的话让我特别愧疚,自己都这么大了,还要靠着父母的帮衬生活,感觉特对不起他们。 韬光这几年的积蓄,我们买下了一套三居式的商品房。 搬家那天,刘健可算高兴坏了,说窝居多年,终于有个像样的家了。 我却高兴不起来,房子的首付钱都是我爸妈给的,老公一家分文未出。 自从搬进新家,婆婆打电话的次数就频繁了,还总是旁敲侧击,打听我们的生活状况。 一周后,刘健更是提出想把婆婆接过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我跟孩子。 我很不高兴,当年我和刘健挤在又窄又破的宿舍楼,带着瑶瑶过苦日子的时候,婆婆可从没这么好心过。 可驾不住刘健的花言巧语,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谁知这根本就是在引狼入室。 婆婆刚到那天,我们一家三口提前去了车站迎接。 天气特别闷热,我带着瑶瑶在车站外面等了半个小时。 看见婆婆出现后,我便推了一把瑶瑶,让她上去叫奶奶。 婆婆却装作没听见,直接把行李箱丢给刘健,然后就抱怨天气热死了,还埋怨我们怎么给她买硬座票。 车票是我在网上买的,婆婆来得仓促,根本抢不到卧铺票,我只好说明原委,主动跟她道歉。 婆婆却什么也没表示,只高气扬地从我旁边走开,催促刘健赶紧开车,新房子在哪儿。 外面热死了,赶紧带我回家休息。 瑶瑶跟我走在后面,等婆婆上车后,她小嘴一扁,忽然晃了晃我的袖子。 妈妈,奶奶好像不喜欢我,别瞎说,奶奶只是赶路累了。 我摸着瑶瑶的脑袋刮,心里很无奈。 婆婆向来不喜欢瑶瑶,等她搬进来,还不知会用什么态度对我女儿。 果不其然,她做妖的手段来得特别快。 回了家,婆婆刚放下行李就抱怨着坐车累死了, 说她现在头很晕,催我赶紧给她收拾房间。 房间早就收拾好了,就在客厅左手边的客房。 可婆婆却并不满意,进去转了一圈,很快又黑着脸出来, 你就让我睡客房。 这房子又破又小,那是人住的地方。 我有点不知所措,家里一共三个房间, 除了我和刘健的主卧,另一个房间已经给了瑶瑶。 客房虽然小了点,可所有家店都很齐全, 婆婆一个人要那么大房间干什么? 刘健干笑着打圆场, 妈,将就点吧,家里就这一间空房了。 婆婆把眼睛一瞪,说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就是这么回报自己的。 然后指向瑶瑶的房间说, 这里光线好,我年纪大了要多晒太阳, 小孩子住这么大房间干嘛,让她跟我换。 婆婆可真霸道,刚说客房不是人住的地方, 转眼就要求我女儿搬进去, 难道在她心里,孙女连人都算不上。 我很不高兴,刚想说几句, 刘健就嬉皮笑脸地挡在了中间。 小云,妈说得没错, 哪有长辈睡客房的道理。 反正瑶瑶才五岁,还小呢,换就换呗。 考虑到后面相处的日子还很长, 我忍了,可更过分地还在后面。 刚搬来的几天,婆婆还算收敛, 只是隔三差五打电话给老家亲戚, 夸自己儿子有出息, 能在大城市买房, 还特别孝顺自己。 至于买房子的钱打哪儿来的, 她心里门清, 却只字未提。 婆婆对外一直宣称, 自己搬过来, 是为了替这个家分担压力, 顺便照顾怀上二胎的我。 但我看不到她有任何实际表现。 家务活仍旧是我的, 留见下了班, 只知道玩手机, 辅导摇摇功课, 还有洗衣做饭这些事, 全都是我在操持。 说句不好听的, 连婆婆的内衣都是我在洗。 碰巧那天, 单位有点急事, 我回家晚了一些。 刚推开门, 就看见婆婆黑着脸, 气势汹汹地坐在沙发上。 孙芸, 你要饿死这一家人啊, 都几点了还不做饭。 我心里很委屈, 自己怀了身孕还要上班, 为的就是补贴家用。 婆婆从不知道体谅我, 还说我一个富到人家, 成天在外面抛头露面,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本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来的呢? 我倒是很想辞了工作, 专心在家养胎, 可靠她儿子那点收入, 怎么养活一大家人。 我也懒得争辩了, 忍气吞声进了厨房。 晚饭后, 婆婆把筷子一丢, 心安理得地看起了电视。 我去卫生间调热水, 帮瑶瑶洗澡。 可洗澡时, 我却在瑶瑶腿上发现了一片淤青, 赶紧追问她, 是不是在幼儿园打闹的时候摔倒了。 瑶瑶支支吾吾的, 什么也说不上来, 这让我起了疑心。 婆婆一直不喜欢瑶瑶, 可这几天我和刘健工作都很忙, 只能拜托她接送瑶瑶去幼儿园, 这淤青哪儿来的, 婆婆为什么只字不提。 回头, 我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刘健。 刘健向着婆婆, 张嘴就霍悉泥, 瞎说, 我妈怎么会对瑶瑶不好? 你别小心眼。 家里这个窝囊老公, 什么都指望不上。 可放不下对瑶瑶的担心, 我总感觉婆婆在使坏。 隔天, 我就联系了在警局工作的堂哥, 托他帮我安装了几个隐形摄像头, 也算有备无患。 安装监控的时候, 我留了个心眼, 故意等婆婆下楼六弯的时候再动手, 直接用手机连上了监控, 随时都能掌握家里的动态。 果然事后被我发现, 婆婆对瑶瑶的态度特别恶劣, 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凶她, 还用衣架打我女儿的大腿。 当时我气坏了, 匆匆跑回家, 拦下正在施暴的婆婆, 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女儿。 婆婆却理直气壮说, 自己当奶奶的, 教训一下孙女怎么了。 刘健只会向着婆婆, 不等我掏出手机上的证据, 就把我拉进卧室, 让我不要无理取闹。 看着她那张不断替婆婆开脱的脸, 我气得只想哭。 这就是我当初不顾父母阻拦, 不顾一切要嫁的好老公吗? 住了三天, 等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养在阳台的贝贝不见了。 贝贝是一只兔子, 是瑶瑶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特意送给她的礼物, 已经在家里养了快一年了。 瑶瑶找不到宠物, 急得坐在地上大哭。 我赶紧找到刘健, 询问她贝贝哪儿去了。 刘健吱吱吾吾说,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忘记把笼子锁上, 她自己钻出笼子跑了吧。 婆婆也在旁边帮枪, 说不就跑了只宠物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母子俩一唱一和的, 反倒让我起了疑心, 趁晚上睡觉时, 偷偷打开手机上面储存的监控, 差点没气地背过气。 我刚带瑶瑶回娘家, 婆婆就叫来了几个乡下亲戚, 在家里吃了一场兔子宴。 画面中, 婆婆亲手拎着菜刀走向了阳台, 太过分了。 我气炸了, 怒气冲冲地奔向厨房, 拉开冰箱门, 果然看见一只还没被啃完的兔腿。 我直接把证据摆在刘健面前, 质问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女儿。 一只兔子没什么大不了, 真正让我寒心的, 是他们对女儿的态度。 这可是瑶瑶花了一年养大的宠物啊, 平时生病了都不舍得交给别人照顾, 被被没了, 瑶瑶不知道有多伤心。 婆婆不仅没有半点羞愧, 还指责我不该大半夜吵吵, 吃你只兔子就心疼了, 不是还给你们留了一只腿吗? 我彻底爆发了, 对她吼道, 这是留不留的事吗? 瑶瑶有多喜欢她的宠物, 你们不是不知道, 偏拿她最喜欢的宠物开刀, 你们到底安什么心? 刘健也爆发了, 一把推开我, 你够了, 用什么态度跟妈说话呢? 能不能有点教养? 教养? 我快气糊涂了, 之前婆婆没来的时候, 她对女儿还算不错, 可自从婆婆搬进这个家, 也不知道究竟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看女儿的眼神也越来越嫌弃, 只知道对婆婆马首是瞻, 完全不顾我们母女的感受。 这种男人根本不值得我托付。 婆婆说话就更气人了, 插腰道, 孙芸, 你别这么不知好歹, 我已经够给你脸了, 你嫁进我家六年, 除了生个赔钱货, 对这个家还有什么贡献? 现在居然跟我蹬鼻子上脸, 你父母就没教过你什么叫父道? 婆婆的话让我五雷轰顶, 气得两眼发黑。 自从嫁给刘健, 我苦没少吃, 罪也没少受, 刚结婚的时候, 刘健连个工作都没有, 还是我拿出自己的薪水, 养了他这么久。 就连这套房子, 也是我爸妈掏钱工的首付。 这对母子成天像个大爷一样, 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 连酱油瓶倒了都不肯服, 现在居然骂我不守父道。 我心态彻底炸了, 指着婆婆那张可憎的脸, 你如果守父道, 也不用改嫁三次了, 麻烦你自己出外面打听一下, 老家的亲戚都是怎么评价你的, 当你和第二任老公偷情, 逼前任老公离婚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什么是父道? 你,你给我住口。 婆婆被我接了牢底, 顿时恼羞成怒上, 骂了生贱货, 冲上来抓我头发。 我躲开她的手, 大喊道, 房子是我爸妈凑钱买的, 你和你儿子一分钱没出, 凭什么大摇大摆地住进来享受, 哪个婆婆会像你这么不要脸? 啪! 突如其来的耳光声, 打断了我和婆婆的争吵。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 难以置信地看向刘剑。 她铁青着脸, 站在婆婆身后, 恶狠狠地咒骂道, 孙芸, 你太不像话了, 赶紧给妈道歉,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就是老公对我的态度。 这一耳光, 也让我彻底看清了母子俩的为人, 懒得再跟他们说一句废话, 一把抓起摇摇的手, 女儿, 咱们走。 见我打算带女儿离开, 刘剑又急了, 赶紧用身体堵着门。 婆婆却唯恐天下不乱, 继续在一旁拱火, 刘剑, 让她走。 看她带着肚子能去什么地方, 媳妇这么泼辣, 不好好置之是不行了。 我火冒三丈, 再也不想面对婆婆的嘴脸, 使劲推开刘剑, 带着瑶瑶直奔电梯。 走出小区后, 我抱着已经被吓哭的瑶瑶, 眼泪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不停地往下流。 这些年的付出到底是为了什么? 瑶瑶很懂事, 边哭边帮我擦眼泪。 妈妈, 不要哭了好不好, 你脸色好差, 是不是生病了? 快叫爸爸下来吧。 没事。 我倔强地摇了摇头, 扶着隐隐坐腾的小腹, 强撑着打车去医院。 这次争吵让我动了胎气, 医生替我做了全面的检查, 指着病理单说, 孙女士, 你的妊娠波动很明显, 我和其他几个医生分析过了, 如果身体状态得不到改善, 流产的风险会很大, 为了方便养胎, 我只好暂时住进了医院。 得知消息的爸妈直接气炸, 带了一大堆营养品赶到病房, 追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好累, 什么都不想说, 看着爸妈那憔悴又心疼的样子, 心里说不出的后悔。 只能怪我当初太不懂事, 被流见的甜言蜜语蒙蔽了双眼。 事到如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老爸气不过, 当即表示会支持我离婚, 你还怀着刘家的孩子, 他就敢对你动手, 这样的男人不能要。 我没有立刻答应, 倒不是因为对流见有神妖奢望, 只是捂着怀里尚未出生的宝宝, 心里特别纠结。 老妈赶紧推开老爸, 先让孩子安静一下, 你也是, 怎么能在这种时候逼他做决定? 住院那几天, 我想了很多, 一直拿不定主意, 要不要和流见摊牌。 直到两天后, 传来老爸被人打伤的消息。 那几天我一直在医院安胎, 流见母子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我只好拜托老爸, 去幼儿园帮我接送瑶瑶。 奇料老爸刚到幼儿园门口, 迎面就撞上那对恶心的母子, 老爸气不过, 直接上前找他们理论, 然后就被砸破了头。 看着老爸额头上的纱布, 我气得当场就掏出手机, 刘健凭什么打你? 我要报警, 把这对母子抓起来。 老爸却说, 我已经报过警了, 动手打我的不是刘健, 是另一个不认识的人, 好像是刘家的某个亲戚。 亲戚, 我瞬间愣住, 感觉哪里不太对。 第二天, 我陪老爸去了派出所调解。 刘健也在现场, 看见我, 他立刻迎了上来。 我本以为这个贱男人 是来找我道歉的, 谁知他第一句话就是, 小云, 赶紧让你老爸出谅解书吧, 要不然我哥就得被拘留了。 你什么时候有个哥? 我先是一愣, 随后就被这家人的混乱关系恶心到了。 打人的是婆婆和第一任老公的儿子, 一个三十五六岁, 长得特别猥琐油腻的男人。 他和刘健同母义父, 说是刘健的哥哥倒也不为过。 但我却想不明白, 自从婆婆和第一任老公离婚后, 就很少和大儿子联系了, 两家人几乎没怎么走动, 为什么这次婆婆会带他去摇摇的幼儿园? 按理说, 婆婆一直不喜欢摇摇, 怎么可能主动跑去接孩子? 这件事让我感觉特别蹊跷。 我们拒绝调解, 一分赔偿也不要, 你们该怎么判, 怎么判吧。 那老女人一听这话就怒了, 冲上来指着我鼻子, 骂我贱货, 还质问我是不是要他一家人, 全都送进监狱才甘心。 望着婆婆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 我越看越觉得恶心, 冷冷地留下一句失陪, 带老爸离开派出所。 回了娘家, 我越想越不对劲, 打开被闲置了很久的手机监控, 通过储存在里面的监控画面, 终于明白这老女人的内心, 究竟是多恶毒。 她居然打算把摇摇, 过继给那个打伤我老爸的猥琐男。 我花了很久时间, 才打听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婆婆除了有过三段婚姻外, 还分别为不同的男人, 生下了几个儿女。 打伤我老爸的人叫李宝, 是他和第一任老公的儿子, 据说年轻时混过社会, 后因为巡视姿势和猥亵儿童, 被判了好几年, 直到三年前才被释放出来。 出狱后, 李宝就一直待在老家, 也没什么正经工作, 更不会有女人看上她。 快四十岁的人仍旧打着光棍。 上次我带瑶瑶回娘家的时候, 婆婆就把李宝接过来, 在家小住了两天。 为了招待这个大儿子, 婆婆不惜亲手刮了瑶瑶养大的宠物。 这都不是最可怕的。 真正可怕的是, 当天晚上, 婆婆把李宝安排着住进我女儿房间。 李宝在看到瑶瑶的照片后, 居然动了歪心思, 直接找到婆婆, 希望要把瑶瑶过记给自己。 婆婆早就嫌瑶瑶碍眼, 巴布地把这个赔钱货送走, 于是痛快地答应了。 之后, 她还恬不知耻地带着大儿子, 赶去幼儿园看望瑶瑶, 碰巧遇上我爸也在, 这才起了那场冲突。 这件事, 刘健从始至终都知道, 居然也没有表示反对。 得知这一切, 我感到无比后怕。 我简直不敢想象, 假设那天, 老爸没有出现在幼儿园, 说不定瑶瑶已经被这对 没人性的母子送走了。 一旦瑶瑶落到那个变态手里, 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 事后,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爸妈。 老爸的高血压差点犯了, 一言不发地冲进厨房, 拎了把菜刀, 就要找这一家人拼命。 我急忙抱住老爸说, 爸, 你别冲动, 那家人还在派出所呢, 你现在去了, 也讨不了任何便宜。 那你说怎么办? 老爸特别激动, 握着菜刀, 手指都快突出来。 我平心静气地看着老爸, 爸, 你放心吧, 是到如今, 我也彻底看清了这一家的为人, 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但你一定要忍耐, 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好不好。 在我的劝说下, 老爸好不容易放下了菜刀, 却一脸担心地看着我, 小云, 你太善良了, 我是怕你吃亏, 根本斗不过那一家人, 你打算怎么办? 我面无表情地摇头, 你别管了, 以前是我不懂事, 害你和老妈每天替我担心, 可经过这么多事, 我早就长大了, 您只要帮我看着摇摇, 别让他被人伤害就好。 我以前的确很软弱, 无论受了什么委屈, 都只会往肚子里咽。 婆婆正是看中了这点, 所以才一而再, 再而三地践踏我的底线。 可他忽略了一个母亲, 誓死也要保护女儿的决心。 是该让这一家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凡事试图伤害我女儿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隔天, 我联系上了堂哥, 就是之前帮我在家庄摄像头的那个警察, 让他陪我去了趟医院。 通过堂哥的关系, 我很轻松地在医生手上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事后, 堂哥亲自开车, 带我去了看守所。 上次老爸被打伤后, 我们拒绝出具谅解书, 导致婆婆的大儿子李宝, 仍旧被积压在那里。 等我赶到的时候, 婆婆正带着刘健去看守所送饭。 母子俩一看见, 我就变得特别激动, 气势汹汹地跑来找我算账。 堂哥马上挡在我面前, 对着刘健就是一脚, 你也配当我妹夫。 老实点,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有了堂哥的保护, 我根本不担心他们乱来, 看向唯唯诺诺的刘健说, 别激动, 我今天是来和解的, 你最好拦住这个疯婆子, 否则吃了亏, 可别怪我。 刘健也只会窝里横, 当着我堂哥的面,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小云, 何必呢?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亏他说得出口。 我也懒得废话了, 走进调解室, 把刚从医院拿到的化验报告拍在桌上, 冷冷地抱住胸口说, 姓刘的, 恭喜你呀, 第二胎是个男孩, 你们家传宗接代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真是个男孩。 母子俩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一把抢过手里的化验报告, 笑得合不拢嘴, 太好了, 是个男的, 我们刘家终于有后了。 我欣赏着这对母子的太丑, 心里却在冷笑, 别高兴太早,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自己心里应该很明白, 上次吵架, 我动了胎气, 胎儿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呢。 刘剑立马换了副嘴脸, 把贱男两个字全是在了脸上, 小云, 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别再怄气了, 走, 咱们回家, 这次我一定帮你好好养胎。 我冷漠地摇头, 继续翘着二郎腿说, 要我跟你回去也行,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母子俩愣了一下, 我说, 家里的房子和车, 包括这几年的夫妻财产, 必须过户到我父母的名下。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那套房子原本就是我父母出的大头, 包括结房后装修款, 也是我东听西凑借来的。 刘剑这个贱男, 根本没出过什么力, 却心安理得地拿走一半所有权, 他配吗? 没这种必要吧? 办这些手续也太麻烦了。 看得出, 刘剑很意外, 支支吾吾地不想答应。 婆婆更是呲牙咧嘴地跳起来, 指着我说凭什么。 我伸了个懒腰, 慢条丝里道, 就凭我肚子里怀的是刘剑的儿子, 我有权决定怎么处理未出生的胎。 我把手撑在下巴上, 欣赏婆婆那张气节的老脸。 你可以不答应, 回头孩子要没保住, 我就向法院起诉离婚, 到时候我依然可以向法院申请, 要求追回父母购房花的那笔钱。 对了, 离婚后, 你儿子刘剑还必须每个月 向瑶瑶支付一笔抚养费, 直到他大学毕业为止。 婆婆的脸一下就绿了, 巴布地咆哮起来, 这不可能, 要我儿子花钱养那个赔钱货, 你想都别想。 刘剑也气得满脸发红, 装腔做事地瞪着我说, 孙芸, 你不要太过分, 你敢打掉我儿子, 我绝不会放过你一家人。 我一点都不在意他的威胁, 冷漠地看向这个 跟我同床共枕, 长达六年之久的贱男人, 忽然感到这张脸好恶心, 好陌生。 这一瞬间, 内心仅存那点夫妻情分, 彻底破灭了。 我慢条思理地说, 怎么, 你还想对我动手是吧? 我劝你考虑清楚, 殴打孕妇是重罪, 一旦我心情不好, 动了胎气, 那害死你儿子的凶手, 可就变成你自己了。 你? 刘剑傻眼了, 估计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强硬, 愣了好久, 问我怎么好像变了个人。 当我发现这对无可救药的母子, 居然打起了女儿瑶瑶的主意后, 我的确变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仅要保护瑶瑶, 保护自己, 还要想尽办法, 让这帮没有人性的家伙 付出应有的代价。 在我的坚持下, 刘剑最后还是妥协了, 一脸窝囊地拿出了房产证。 看着婆婆那张写满了肉痛的脸, 仿佛在心里挖肉一般,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 这还只是报复的第一步。 当天下午, 我们去了公正处, 将家里的房产和汽车 全都过户给了爸妈。 在交存折的时候, 刘剑却目光闪躲, 一直不肯将存折拿过来。 我一把抢过存折, 看向上面的鱼额, 忍不住发出冷笑。 婆婆可真有本事,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转走了大部分 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现在存折上, 也只剩下一点零头了。 家里剩下的存款呢? 我瞥了一眼刘剑, 明知故问道。 刘剑含糊其词, 说不出个所以然, 婆婆却挺直腰杆说, 不都在存折上了吗? 孙芸, 你不要太过分, 难道还要我这个当婆婆的, 拿钱出来倒贴? 我哪敢让婆婆倒贴? 只是单纯想要回自己的积蓄罢了。 婆婆不肯给, 我自然有办法让她吐出来。 离开公正处, 堂哥还不放心, 提出要亲自送我回去。 在路上, 她避开那对母子, 小声问我, 小云, 你真的打算回那个火坑啊, 就不怕他们报复你。 我抚摸着威龙的小妇, 笑了笑, 放心吧, 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最大的护身符, 只要孩子没落地, 这对恶心的母子就不敢拿我怎么样。 计划才刚开始, 怎么能轻易停下来? 顺利夺回房产后, 我便让老爸出具一份谅解书, 放出了婆婆的大儿子李宝。 李宝出狱的时候, 我也去了现场, 没别的原因, 我只想看清这个惦记女儿瑶瑶, 还打伤了我父亲的猥琐男, 究竟长着一副多么可憎的嘴脸。 果然很恶心, 这个张头鼠目的家伙, 刚被拘留所释放, 就疲离疲气地走到婆婆面前。 妈, 我的瑶瑶呢? 你怎么不把她带过来? 听到这么无耻的话, 我恨不得冲上去, 直接撕烂她的嘴。 果然有什么母亲, 就有什么儿子。 瑶瑶是我的女儿, 跟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 有什么关系? 尽管气得想杀人, 但我还是努力保持微笑。 大哥, 瑶瑶被我送到她舅舅家暂住了, 这段时间, 我要安心养胎, 没时间照顾女儿了。 什么? 你怎么把她送走了? 果然, 这个畜生一心惦记我的瑶瑶, 一听这话就着急了, 好像能在我家做多大主似的, 一脸嚣张地问, 她舅舅是干什么的, 凭什么照顾瑶瑶啊? 我满脸微笑, 她舅舅是刑警, 只要负责刑事犯罪, 上次你打伤我爸, 带头抓你的人就是他, 你要是感兴趣呢, 我可以免费介绍你们认识。 那, 还是算了吧。 李宝瞬间就粘了, 这场家庭冒犯, 看似得到了化解。 但我很清楚, 婆婆这家人是不会死心的, 而我, 更不会轻易放过这群畜生。 隔天, 我重新搬回了那个家, 回家当天, 我就找到刘健, 我心情不好, 需要在家里安心养胎, 你妈总喜欢把电视开到深夜, 太吵了, 干脆让他搬回去吧。 刘健当然不肯, 一个劲摇头, 小云,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任性? 我承认妈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可她毕竟是长辈, 你闹了这么久, 也该消停了。 她也配做我长辈, 看着刘健那张苦口婆心的脸, 我恶心地想吐。 我一早就明白, 婆婆不可能答应搬走, 故意对刘健说这些话, 不是为了试探她的底线。 果然, 在这个健男人心里, 老婆和女儿根本不重要。 彻底看清了刘健的为人, 我也不再有任何顾及了, 冷冷地甩下一句话, 以后我们分房睡吧, 没什么事, 你别再进我的卧室。 不等刘健回答, 我便冷冷地转身, 用力关上了卧室大门。 晚上, 我躺在被窝里, 回想着这些年经历过的各种委屈, 眼泪不自觉地沾湿了枕巾。 我好恨, 恨当年的自己太年轻, 太叛逆, 为什么没有早点看清刘健的真面目, 宁可和爸妈翻脸, 也要嫁给这样的贱男人。 我更恨婆婆临媒, 这个老女人居然把主意打到我女儿身上, 简直天理难容。 我必须让她们付出代价。 婆婆为了留下来, 可谓是煞费苦心, 不仅一反常态地向我表示亲热, 还主动分担了一些家务活。 可她养尊处优了大半辈子, 根本就不懂怎么做家务, 不仅把袜子和内衣放在一个盆里清洗, 做出来的饭菜更是难以下咽, 还故意在菜里多放了很多盐。 我一点都不生气, 静静欣赏她的表演。 现在, 这套房子只属于我, 婆婆赶乱来, 我随时都能把她赶出家门。 婆婆显然也知道这点, 居然煞费苦心地想到一个苦肉计, 伙同刘健伪造了一份病例单, 来博取我的同情。 那天溜弯的时候, 刘健忽然找到我说, 小云, 我妈得了癌症, 医生说恐怕活不了几年了, 叮嘱她, 一定要在家好好休养, 不能太操劳。 望向那张伪造的病例单, 我差点笑出声, 婆婆想多了, 我可舍不得赶她走。 在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之前, 她哪儿都别想去。 第二天, 我就装作跟婆婆和好的样子, 主动走进她房间, 妈, 既然生病了, 以后你就别再为这个家操劳了, 家务活都交给我吧, 你什么都不需要考虑, 安心调理身体就好。 婆婆心满意足, 却仍旧假惺惺地对我说, 我年纪大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和刘健好好过日子。 对了, 姚姚被你送回娘家生活了这么久, 我有些想她了, 可不可以把孩子带回来, 让我看看。 好的妈, 我会尽快安排姚姚回家的。 背过身, 我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 果然, 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 那段时间, 婆婆表面上特别守规矩,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寄人篱下的老太婆, 处处透着可怜, 博取我的同情。 可狗永远改变了吃食。 我把之前装在家里的监控, 全都连上手机, 用来监视婆婆在家的一举一动。 只要我一不在家, 这个老女人就会立马恢复本性, 翘着二郎腿, 给她老家的穷亲戚打电话。 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更多的就是和大儿子聊些关于姚姚的话题。 我甚至听到她在电话里说, 你再等等吧, 只要她肚子里孩子出生, 我就有办法收拾她了。 可惜, 这些话全都被我记录了下来。 根本不需要等第二个孩子出生, 我就主动替她创造好了机会。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故意装作心神不宁的样子, 跑到阳台唉声叹气。 刘剑假装上前关心, 问我怎么了? 我对刘剑说, 现在肚子越来越大, 我已经没办法继续上班了, 之前为了买房, 家里还欠了很多外债, 等到儿子一出生, 又要花费一大笔钱, 虽然姚姚被送回了娘家, 可生活费和学费依旧要我出, 抚养两个孩子的负担实在太大了, 这个家根本撑不住。 刘剑没什么心眼, 假意安慰了我几句, 转头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婆婆。 当天晚上, 她陪婆婆躲在客房里, 一直聊到了深夜, 虽然我听不见他们在聊什么, 但我有预感, 自己的计划就快成功了。 果然, 第二天, 我刚打开监控, 就看见婆婆正眉飞色舞地给老家打电话。 那天晚上, 我正准备上床睡觉, 刘剑突然推开卧室门, 走向我说, 小云, 跟你商量个事呗。 我明知顾问道, 都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 刘剑窝窝囊囊地说, 是这样的, 前几天, 你不是跟我抱怨养两个孩子太辛苦吗? 我想过了, 以我们家现在的经济条件, 又要还债, 还得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 压力确实很大。 我偏着头看他, 然后呢? 刘剑吞吞吐吐说, 是这样的, 我妈联系了一个老家的亲戚, 对方同意免费替我们照顾女儿, 只要你同意, 把女儿过季给我大哥, 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呵呵, 真没想到, 对我提出这种要求的人, 居然会是我的老公刘剑。 尽管我早就猜到, 这一切都是出于婆婆的怂恿, 可当刘剑亲口说出, 要把女儿过季给一个有犯罪前科的流氓时, 心里还是在滴血。 我冷冷地看着她, 摇摇可是你的亲女儿, 你这么做, 良心不会痛吗? 刘剑有些局促, 一脸不安地抓着衣角, 那个, 我大哥也不是外人, 把摇摇过季给他, 不会吃什么亏的, 再说了,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替你分担, 压力不是吗? 刘剑以为我会发火, 随时都做好了跑出卧室的准备。 我看着这个季窝呢, 又没心没肺的老公, 忽然笑了, 可以啊, 他一脸意外, 你同意了。 我的心在滴血, 脸上却若无其事, 但是有条件, 我辛苦养大的女儿, 不能白送给别人, 你大哥想带走摇摇, 就必须准备十万块钱, 当作对我们这个家的补偿。 刘剑为难道, 十万, 会不会多了点, 要不我再找他商量商量, 我麻木点头, 去吧。 刘剑屁颠颠地跑开了, 我反锁了大门, 将身体靠在墙上, 用被单捂着脸, 发出无声的抽气。 摇摇可是他的亲骨肉啊, 难道连十万块都不值吗? 为了摆脱这个赔钱货, 母子俩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隔天下午, 刘剑再次找到我, 田不知迟道, 我们合计过了, 十万就十万, 大哥已经爽快答应, 什么时候你把摇摇带回家, 我们一起吃顿饭, 就算约定好了。 好啊, 就这么周末吧。 我一脸木讷, 心里却恨不得扑上去, 从这个贱男人脸上咬下一块肉。 我早就打听清楚了, 他那个不学无术的大哥, 压根拿不出这么多钱。 用来买走我女儿的这十万, 还是婆婆之前偷偷挪用的, 我和刘剑的夫妻共同财产。 我已经无法形容这家人的无耻, 可为了达成自己的报复计划, 也只能继续假装坚强。 当天下午, 我就把电话打给了堂哥, 让他带上自己的同事, 提前去交易的地方做准备。 时间一晃而过, 很快就到了周末。 那天上午, 我一早就把车开回娘家, 带走了仍旧被蒙在鼓里的瑶瑶。 好几天没见, 瑶瑶特别想我, 一上车就扑到我身上, 哪声哪气地撒娇。 妈妈, 你最近都不怎么来看我, 是不是有了弟弟, 就不想要我了? 小孩子的内心是最敏感的, 可能瑶瑶也嗅出什么风声了吧。 我一脸溺爱地揉着瑶瑶的额头, 揉声说, 女儿, 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就算批了这条命, 我都不会和你分开的。 等一下, 妈妈要陪舅舅一起惩治那帮坏人, 答应我, 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待在车上, 哪里都不许去, 知道吗? 嗯, 瑶瑶知道。 女儿轻易地钻进我怀里, 笑得天真又散漫。 望着瑶瑶那天真无邪的笑脸, 我心里却难受极了。 如果让她知道, 那些所谓的坏人中, 也有自己的奶奶和父亲, 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 我别无选择, 半小时后, 我把车停在了约好见面的茶楼下。 锁上车门前, 我特意叮嘱瑶瑶, 一定要留在车里, 哪里都不准去。 直到瑶瑶抱着玩具熊, 一脸乖巧地对我做出保证, 我才彻底放心了, 丢开车钥匙, 面无表情地走进包间。 接下来, 我要独自去面对那三头恶狼。 等我推开包间大门的时候, 婆婆、 刘健, 以及那个长得特别猥琐恶心的大哥, 已经提前到场了。 看不见瑶瑶, 那个猥琐大哥显得特别着急, 赶紧起身张望, 地妹, 瑶瑶呢? 你怎么没把她带进来? 我说, 小孩子不适合参加大人聚会。 呵呵, 也对。 她立马善笑着坐回去。 为了让他们安心, 我还特意指了指停车场, 瑶瑶就在车上, 等签完合同, 你自然就能见到她了。 这帮人立刻伸长了脖子去看, 确认了瑶瑶正在楼下, 都松了一口气。 婆婆早就替我拟好了合同, 随后扔在桌上,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你们签字吧。 好, 你把笔给我吧。 李宝早就迫不及待, 立刻找服务员, 要了一支笔。 这个文盲连字都不会写, 笨拙地签下自己的大名, 笑得特别猥琐, 字已经签好了, 我可不可以, 我则假装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签字。 你们签什么字? 我老公赶紧提醒我, 就是把瑶瑶过记的合同呀。 说完自顾自地把字签了, 压根没考虑我的意见。 今天不是家宴吗? 怎么还有买卖孩子环节? 我见势头不对, 赶紧拿手机给正在附近执勤的堂哥报警。 猥琐大哥善善一笑, 拉开了胯包拉链, 从里面取出一把现金, 递给婆婆, 弟弟弟妹, 妈说这钱他帮你们存着, 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应急。 这一家人, 真的是打得好算盘啊。 我头晕, 继续在一旁装糊涂, 都签完字后, 我悄悄把合同收了起来。 过了没多久, 包厢的门被推开, 堂哥带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同事闯进包房, 一脚就踹飞了那个猥琐大哥, 对看傻眼的刘健和婆婆利喊道, 都别动, 把手放在头上。 小云, 你干什么? 刘健刚想站起来, 几个警察就一拥而上, 给他戴上了手铐。 婆婆也被这一幕吓傻了, 瞬间意识到什么, 满脸怨毒地对我大吼道, 你居然算计我们, 别忘了, 你也参与了。 我一脸伤心的样子, 不急不缓道, 不是说好家庭聚会的吗? 结果我来就看到你们在签合同数钱, 我也是半天才反应过来。 小云, 你不能这样。 刘健是彻底慌了, 拼命挣扎着喊道, 我可是孩子的爸爸, 难道你希望儿子一出生就失去爸爸吗? 我笑了, 我肚子里的根本不是儿子, 还是女儿, 没有爸爸我也能把他养好。 你说什么? 刹时间, 刘健犹如被雷劈中, 卯足了劲冲到我面前, 我没反应过来, 被他撞倒在地, 只感觉肚子一阵脚痛。 他歇斯底里地朝我喊, 你骗我, 你居然一直都在骗我。 或许在他和婆婆眼中, 没有儿子, 才是最致命的惩罚吧。 因为肚子实在疼得厉害, 表哥把人带回了局里, 我则撑着自己去了医院, 半路上, 我就流血了。 后来, 医生告诉我孩子没保住, 我哭了好久。 出院后, 我去警局配合调查, 最终结果出来后, 婆婆一家三口都得入狱。 白纸黑字加上赃款, 铁证如山, 买卖人口罪名坐实。 都判了六年。 离婚后, 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抚养女儿, 好好做人。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同事72岁的父亲摔倒去世, 临终前在地上躺了一夜, 母亲却束手无策。 大家好, 我来自北方的一座县城, 是一名装潢设计师。 昨天早上八点多, 我接到同事印详的电话, 说是我同事小倩72岁的父亲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吃惊了许久。 平时也没听小倩说起她父亲身体 有什么大毛病啊,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不由的心头一阵发酸, 凯探世事无常, 祈愿人间美好。 说起我同事小倩, 真的挺不容易的。 她本是南方人, 大学毕业后, 来到了北方我们这座县城打工, 是一名装潢设计师。 后来经公司洪姐的介绍, 结识了她现在的丈夫。 两个人结婚后就定居在了北方。 她不放心远在南方的父母, 就特意把他们都接了过来, 拿出结婚时婆婆给的所有彩礼, 给父母买了一个单式商品房。 虽说楼层较高, 是个顶楼六楼, 但是能生活在唯一女儿的身边, 劳两口还是很满足的。 结婚五年内, 小倩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一儿一女。 她父亲说, 两个孩子是个伴, 人生不会孤独。 父亲的话, 小倩是言听计从的。 在她看来, 父母就是她人生全部的寄托 和活下去的动力。 一边要照顾两个孩子, 一边要顾及两个老人, 可把小倩累坏了。 她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患糖药病已经十多年了。 前些年又出现了并发症, 导致双眼的视力模糊, 平时基本就不下楼六弯了。 她的父亲是一个倔强的老头。 平时心脏不怎么好, 睡眠也是很不理想, 整宿整宿地做梦。 本来老年人叫就少, 往往是睡了不到四五个小时就醒了。 早上四五点钟醒来后, 连房门都不出, 在屋里一趟就是一整天, 就等着女儿下班过来 给他们做口饭吃。 小倩很无奈, 她家的状况, 我们作为同事, 多少是了解一些的。 她的父母感情虽好, 可是都有倔脾气, 遇到点什么事情, 没有一个人肯低头认错。 只要一吵架, 就是三天五天不过劲, 全靠小倩苦口婆心的 相劝。 最近这四五年, 老两口一直各睡各的, 也就是说, 父亲住在东屋, 母亲住在西屋, 老两口除了吃饭在一起, 偶尔打听打听小倩的情况, 再没什么话说。 小倩的母亲使用的是老年机, 因为患有严重的眼疾, 有时候电话解锁后, 刚按了女儿小倩手机号码的前几位数, 就想不起来号码了。 这一迟钝, 老年机竟又自动上锁了。 她嫌麻烦, 家里的手机基本上是一个摆设, 使用率极低。 关键时刻, 不光眼神不好, 遇到点事情拾手还哆嗦, 号码怎么按也按不出去。 小倩的母亲因为糖尿病挺严重, 一年要住几次医院。 依小倩的意思, 她父亲心脏不砸好, 很想她俩能够一起住院, 她也好一起伺候。 可事情真的不随她意, 往往是母亲刚出院, 父亲这边就嚷嚷着住院调养。 累得小倩只想哭, 因为父亲这辈子都不会做饭, 现在小倩的状态是, 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跑到父母家给做好早饭后, 急忙开车去送两个孩子上学, 然后回家糊弄一口饭, 就急忙去单位上班。 晚上五点下班后, 还要先去父母内看看, 给做好晚饭后, 确定没什么事情了, 然后才能回自己的家, 继续做家务, 看管两个孩子的学习。 听小倩哭诉, 前天晚上, 她还去了父母家, 看两个人状态都不错, 就回家了。 她母亲告诉她, 她父亲前天晚上十点多钟就摔倒了, 当时是一个猎妾, 幸好倒在了沙发上。 可正是因为倒在了沙发上, 她母亲也没多想, 也想着打电话给小倩的, 可是眼神不好, 电话号码怎么拨也没拨出去, 手机键盘总上锁, 再加上自己行动不便, 有脑血栓的毛病, 锁性, 也就没太在意, 以为老伴睡着了。 到了昨天早上六点钟左右, 小倩按照惯例去父母家做饭时, 才发现母亲在家中嚎啕大哭, 父亲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体征。 这才叫来同事帮忙, 将老人家送到了殡仪馆。 真是世事无常啊! 唯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天堂再无病痛, 小编有话说, 小倩的父亲离世, 对他来说, 是件极其悲痛的事情, 我们作为局外人, 过多地说些什么, 恐怕也不在情理之中, 可是教训还是要吸取的。 如果小倩的父母不分床睡觉, 如果小倩给她的父母家 安装一个家庭监控设备 或者对他们的手机 设置一个紧急拨号的快捷键, 如果父亲明知自己身体不好, 不总宅在家里, 多下楼锻炼锻炼身体, 如果母亲见到父亲状态不对, 第一时间跑到邻居家敲门求助, 如果多大寿路, 有时候真的要看命了。